尿灵少女外出打水 却不慎被盗贼绑架 尤诺单枪匹马前去营救 结果却发现这是针对她的阴谋 就在刚刚 尤诺一行人在教堂短暂停留 神父使用红薯燕款带众人 他们之所以能拿出这么多食材 还是靠尤诺寄回来的工资 众人得知后都向尤诺提出夸赞 可当尤诺得知 阿斯塔寄回来的钱比她多时 脸瞬间就绿了 下次她也要全部寄回来 一场内卷正式开始 这时沙利姆想要喝酒 莉莉只好出门去打 沙利姆担心天气寒冷 便将自己的披风给了莉莉 可就是这一举动害了她 在打酒时歹徒把莉莉 荡成富家子女绑架走 尤诺准备前去营救 然而克劳斯却不同意 她担心这是调虎离山之际 要求尤诺跟着他们 立刻护送沙利姆离开 至于莉莉交给当地警卫团就行 尤诺放心不下果断抗命 孤身前去营救 再来到临终后 尤诺遭到对方的沿途攻击 随即拿出四叶草魔导书反击 瞬间将对方击溃 可没想到对方居然还有埋伏 使用水魔法将尤诺困住 准备把她活活淹死 但这对于尤诺来说 不过是小把戏而已 她利用风魔法将水柱朝对方吹去 在水与风的双重窒息下 男人很快便晕了过去 随后尤诺发现脚印继续追击 可谁知这也是对方故意射下的陷阱 一把把冰锥朝尤诺疯狂射去 尤诺闪退到树后躲藏 对方剑撞将所有冰锥合为一体 形成了巨大的石块 尤诺将封形成长矛 直接朝石块扔去 虽然体型差距较大 但石块在长矛面前却不堪一击 有时候不是东西越大就越有用 散落的石块将盗贼淹没后 尤诺便继续前进 不久后发现莉莉 可有一名盗贼正挟持着她 对方拿出火把准备烧掉莉莉的脸 只要尤诺拿出魔导书交换 她就会考虑放过莉莉 盗贼深知尤诺的本性 认为她肯定会同意 谁知尤诺居然直接拒绝 也让盗贼瞬间猛低 尤诺抓住机会直接弯腰 克劳斯突然出现 在他身后射出长矛 将盗贼瞬间击溃 尼莫萨经过检查发现莉莉并无大碍 尤诺也松了口气 不然阿斯塔封起来她也扛不住 之后克劳斯说明真相 来时沙利姆强调要尤诺当护卫 接着盗贼们又不断对尤诺出手 所以他怀疑沙利姆 是在找机会报复尤诺 毕竟是因为被尤诺打败 他才没有被骑士团选上 当莉莉被掳走后 克劳斯让米莫萨用出真实制花魔法 沙利姆无法反抗 只能乖乖说出事情 他就是想要趁此机会报复尤诺 两人之所以能快速赶来的原因 是因为米莫萨有着定位魔法 当时他不让尤诺出手 也只是为了演戏而已 要知道他们骑士团的责任 就是保护国民 莉莉醒来后用魔法教训了沙利姆 随后三人把他们赶出边境 暗中的克里乌斯 对他们的表现十分满意 不过他悠闲的态度 也遭到马尔克斯的抱怨 回到教堂后 三人终于可以安心地品尝红薯业 克劳斯直接被红薯种草 他没想到廉价的东西 居然可以做得这么好吃 三人回到骑士团 也得到威廉的夸奖 魔法帝还发了一颗星星作为奖励 克劳斯十分不解 不过小事一桩 为何会有如此嘉奖 原来沙利姆的事件爆发 上面因此找到借口调查他父亲 发现对方居然有行贿 非法交易等诸多罪行 魔法帝也借此机会 将他们家族一网打尽 威廉对三人十分满意 期待他们后面的表现 特别是尤诺这个娘子 之后克劳斯提醒尤诺 不要在执行任务时擅自行动 这是骑士团中的大忌 但傲娇的尤诺却满不在乎 谁让天才和主角有特权呢 与此同时另一边 阿斯卡得知尤诺又获得星星后 瞬间崩溃 这下两个团的差距来到了101颗 他也得更加努力才行 两人的内卷仍在继续